清明将至,这是青团上市时 虽然受疫情影响,2020年青团销量大减 但疫情并没有挡住上海老字号青团创新的步伐 位于上海南京路步行街的新雅乐菜馆 一直备受市民欢迎 每当时令季节,门口前总是大排长队 新雅乐菜馆策划副总监毛勇告诉记者 往年店内一天要做一万多个青团 如今一天仅做一千多个 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 店内不但推出了新品,网友腰果青团 还开拓了线上销售市场吸引顾客 我们现在除了在对外窗口 进行这样一个售卖青团之外 我们在线上平台 包括我们推出团餐这一块 也加入了这样一个青团 所以说现在的经营模式也比较多 在这方面进行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企业自救的这样一个行为 定时消毒,排队保持艰巨的告示牌 从做青团到打包青团的员工 和外卖小哥的温度测量 为了保证顾客吃得放心 店内也做了颇多努力 消费者进出的通道 包括我们的员工通道 我们都设有一些港亭 对于员工,对于消费者的体温测量 然后在对外的一些销售柜台 我们每两小时进行一次消毒 包括我们的所有营业员 都佩戴有口罩 除了传统的豆沙青团 网红咸蛋黄肉酥青团以外 今年位于上海育员的宁波汤团店 也推出了新口味 榴莲青团 青团我们今年推出了三种口味 一个是传统豆沙 一个是蛋黄肉酥 我们今年又推出了榴莲青团 榴莲青团我们是用马来西亚果肉 然后加黄油 这样起到香糯 宁波汤团店经理徐震流告诉记者 出于防疫安全考虑 店内关闭了堂室服务 开通了线上订购服务 顾客除可以到店购买以外 还可以通过电话 微信群预定 以及通过线上销售平台购买 徐震流表示 不少顾客很高兴看到 老字号做出的改变 我们以前一直都是做线下的 经理我们推出了两种线上方式 一个是电话预约 还有就是微信 反馈的情况 他说经理老字号都在做改变 送上门 他们就感觉到也很惊喜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